我们看到许巧新跟王毅川 最近为了一件事情在媒体的版面上 可以看到出镜风头 包括我们看到最开始是许巧新 他拿出一段影片 说是选民 说是民众提供的 讲的是王毅川开着B&W 闯红灯还违规左转 这个拍得蛮巨细迷遗的 那这个王毅川也认了说 对啦 我就是违规 可是为什么会有人拍呢 那是因为我上了对岸 中国的制裁名单之后 我被抹黑啊 我被跟踪啊 来 来看看报道 11号下午一点多 这辆白色的B&W 经过北市九泉街 路口红灯继续直直冲 驾驶正是最近陷入 手机监控怡云的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隔不久又被直击 在沉德路三段违规红灯左转 行径都被后方车辆录下 在北市的街头穿梭违规 是为了这件事情 不晓得他去北检是为什么这么急 是不是他心里有点担心 他的这个监控的事件 北检会不会查出更多的这个弊端 原来手机监控事件 检掉列他自案侦办 王毅川11号被约谈 目的地就是北检 路上两路违规 王毅川喊冤 自己被跟监 徐晓鑫来公布 这些监控我的影片 那我是觉得 这绝对不会是巧合 所以我已经跟警方报案 那要找出 是什么特定的人士 接受谁的委托 否则我接下来每一天的移动 这个对我来说 都是充满恐惧的 王毅川反控徐晓鑫监控人民 那自己呢 因为徐晓鑫前一天说 绿营党政主管会议 用四方电讯报告 对清廟们交叉比对分析 当时有参与会议的 有民进党新媒体主任詹赫顺 以及代理秘书长两位复密 还有王毅川都在场 就这么巧下午王毅川 就在节目爆料 被警咬资料就是来自这场会议 现在会议的存在真实性 也遭到质疑 因为检察官已经找我去问过了 那我已经跟检察官报告 我所谈的内容 所以这一个部分 我就不再说明了 还是没把相关质疑解释清楚 这监控争议依旧继续产生 好 你看到王毅川讲了 他被监控 他被跟拍 那徐晓鑫就说 不是我啊 你怎么会说是我呢 我是小小立委啊 我哪有国家机器 他还出示一些证据 我晓鑫也是蛮老实的 还出示那个Uber Eats的证据 说你看那时候我在家里面 叫Uber Eats 那王毅川说会去报案 那晓鑫是说就是民众检举的 你要报案就赶快去 来 先请教淑慧 我觉得王毅川真的想太多了 第一个 王毅川现在那一张脸的辨识度 其实是蛮高的 当他很高调的开上他的宝马 然后又闯红灯又违规左转 即便是一般的这个驾驶人做这样的行为 后面的人可能都会很不爽的去检举 说怎么会有一个开BMW这么嚣张 何况他那个脸当他看上车 人家就觉得这个名人怎么可以这样 然后去检举 这个是很常见的 像我那个时候在选举的时候 也有人提供给我很多 就是我的对手他 就是世间委员他会 他有时候会稍微微停一下的一些照片 但因为我觉得这个 在立委选举不重要 所以我也没有去讲这件事 可是事实证明就是就会有 我自己的车子也有被召过 也有被po到这个社群上面去 但我不会去上纲道说 这就是有人跟监我 你就是违规嘛 你就违规你就认就好啦 还要先说我会缴罚款 可是就是我会被跟监 他说是中国点名 中国点名他是制裁的 他就是要不断的强调 他这个荣誉的勋章 他是被中共点名 如果说中共已经有能力 派人在台湾来跟监王毅川的话 王毅川该算账的人是吴钊燮 国安会 该算账的人是张荣兴警政署长 而不是该算账的是许巧兴 毕竟这个国家的整个国安系统 跟治安都掌握在民进党的手上 所以我们也非常纳闷 为什么一个大陆的民众 他就可以飘啊飘的 就从淡水码头上来 如果他自己不找民众报案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说 他就这样飘上来了 所以如果有一个民众可以在台湾 大陆的民众可以在台湾 就直接跟肩王毅川 还可以非常精准的 跟肩让他违规的 而整个官方的情治单位 都不知道好好地保护 执政党的政策会执行长的话 说真的 许巧兴无法为王毅川的安全负责 是吴钊燮应该为此辞职下台才对 因为你连你们政策会执行长的 安全跟行踪都无法保障 所以你叫我们在野党 该说些什么才好呢 所以今天李孟业不是讲说 希望对岸可以开放自由行 很多网友就说 有啊 已经开放了 你看淡水河都已经进来了 差一点去吃阿给了 所以说又是中共的阴谋是不是 民进党执政党的高官们 就是这样讲的意思 我们先讲说实在话 今天的这个态度 不管是闯红灯 不管是违规交通 其实以前的官员 我们并不是贵谷建金 但是以前的官员 我觉得至少还有一些道德良知 或是有一些这种公民与道德 我真的做错了 平均摸泪 跟大家说声抱歉 我们真的做错了 但不是啊 今天这个王毅川他站出来 他一开始指中共的阴谋 不然就讲是说 可能是许巧兴来跟监他 不然就说 这个我一定会去缴罚款 但是有没有跟社会大众 针对你的违规说一声道歉 其实没有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你知道吗 我们身为公众人物 我们一定是严格要求自己 不要有任何违规 但如果说真的不小心违规了 我们也是人 但是我们跟大家社会大众 说声抱歉 可是到目前为止没有 那你连道歉都不讲 那难道你违法 是别人逼你违法的吗 你违法是别人害你违法的吗 再者真的也不要讲是说 你现在要去报警 如果说真的报警 我也等着看 到最后会不会警方查 查无不法 查无没有人跟进 那你不就是法院认证 或是执法单位认证 你就是被人家 就是民众的检举吗 所以说真的 你现在去扯东扯西 扯南扯北 其实就是扯不了 就是说当你是民进党的高官 然后你这样违规 然后你还不愿意 面对自己的错误 还有更重要的是 其实真的应该要说清楚的是什么 是你到现在还没有说清楚 为什么你会有相关的 那一些电讯资料 那一些电讯资料 是你在节目上公开讲 然后你后来你又改口 说是你用膝盖响的 但是我们人民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那种离谱的一个下台阶吗 那再者很多民众 或是很多人 现在一直传出来 包括说这个所谓的释放电讯 其实大家觉得说 是不是你们相关的派系 在里面已经掌握到 很多的一些资料 即便有没有去识别化 其实这一些电讯资料 有可能都早就被你们去做使用了 那这一些部分 才应该是执政党 才应该是现在政府机关 应该要告诉国人 是 王毅川的监控怡云 到现在追的怎么样 委员你们不是有在追吗 那个监控怡云 现在追的怎么样 我对王毅川什么监控怡云 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真正重要的问题是 是5月27号 他在电视节目上面大啦啦的讲 他有办法 三场不同时间地点的集会 用人流分析 他可以知道这三群人如何不同 监控怡云 因为从一开始到后来 他的说法变来变去 变到让大家根本不相信 他所讲的话 下一个重点 原来在5月27号上午的时候 礼拜一民进党 有一级主管的会议 目前所掌握到的讯息是 要不然就是主任 要不然就是副主任参与 事实上 当这个资讯揭露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礼拜三的时候 在外交委员会 也有针对这样的事情 去进行咨询 我那天其实比较关注的是 民主进步党中央 对这件事情的回应 因为如果徐晓芯他所接到的检举 完全是虚伪不实的谎言的话 我本来满期待 大概中午的时候 民进党中央就发一个 措辞强烈的声明稿出来 说造谣抹黑 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但是我一直等那个声明稿 等不到 反而是那一天下午 开记者会的时候 记者问林又昌这个问题 他是看着稿在念的 他是看着稿在念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发展到这个地方 要求王毅川他自己清楚的 说明这件事情 我觉得本身已经是圆木求鱼了 所以有两条线 现在是必须要持续追下去 第一条线 是不是包括中华电信 或者是他的子公司 所谓中华电信 他有个大数据中心 以及他的子公司 包括了四方电讯 我们的NCC 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 22条的规定 他本来依法就有职责 要去进行行政检查 那一天在咨询的时候 NCC目前的副主委 他也承诺了 他们会依法去进行行政检查 因为这个不管 那个不仅仅是个人资料而已 那个是通讯的资料 非常的严重 第二个部分 就检方现在的侦办 台北地检署在侦办 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等闲适职 因为我说过 他涉及到的已经不是各支法 因为那个是通讯资料的问题 那个有通讯监察保障法的问题 因此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 在这件事情上面的侦办 有一些细节在司法的程序上面 有去申请做一些相关的 要求检察官去做一些 证据上面的保全或是处理 因为那个就涉及到 检察官他密刑侦办的必要线 所以现在还不太适合 把他说得太清楚 但在面对这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的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 是不是能够本与法律人的良知良能 依法彻底的侦办 我觉得先给他们一段时间 过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再公开的来检验